哈囉大家好 自從5G開台後呢 愛真就有跟大家談到這個 5G的資費跟4G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加入了熱點分享的限制 那也很多人問到說這個電信業者是怎麼來偵測 我們有沒有在進行熱點分享 那我之前也舉了一些例子嘛 或者說像外國的論壇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討論 那他們就指出了幾種方法 甚至也有人說你的手機本身就會向電信業者回報 你正在進行熱點分享 那當然也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的這個TTL檢測 基本上你用手機開熱點分享呢 就像一台路由器一樣 所以連上你熱點的裝置呢 就已經經過了一層轉子 那這樣子這個TTL就會少1 電信業者就可以偵測出來這個風包是屬於熱點分享的裝置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Mac位置的一個檢測啊 或者是說從風包的特性 因為可能不同裝置不同的作業系統 他們風包的形式是不一樣的 也可以從中去識別說 這個裝置好像不是我們一般手機會發出的風包形式 等等的一個方法 那相比這些技術細節 其實有更多人是在問說 這個熱點分享僅限於Wi-Fi分享嗎? 如果我使用藍牙分享 或者說USB網路分享的方式 這樣子也算熱點分享嗎? 那剛好我這幾天辦了這個 台灣大哥大的5G體驗卡 那我也說在室內我是可以收到台灣大哥大的5G訊號的 那我在申辦的時候呢 門市的人有告訴我 這張SIM卡是不支援熱點分享的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來為大家測試一下 到底用藍牙網路分享以及USB網路分享 這樣子算不算熱點分享的行為 那其實就剛剛技術探討的部分呢 我認為是行不通的 因為不管你用Wi-Fi 藍牙還是USB 它其實都經過一層轉直了 那如果電信商有採用到TDL的一個檢測方式的話 那這一招一定是行不通的啦 但是既然我們有這個機會 我們還是為各位測試看看 首先我們先把手機的熱點給它打開 行動網路分享然後左邊這些手機打開Wi-Fi 好現在已經連接上我手機的熱點了 就是這個愛真 那各位發現連接上之後呢 我們的手機Wi-Fi 馬上就出現了金三號的符號 就代表說 現在這個Wi-Fi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因為我這張體驗SIM卡是完全限制熱點分享的功能 就是連什麼10Mbps都不行 它完全不能分享 所以你看現在上網的話呢 也是完全沒有辦法進行的 那現在呢我們改用藍牙的方式來測測看 我們把這個 把無線機器一台關掉 然後到設定這個網路共用這邊 改成用藍牙網路分享的形式 然後我們這隻手機就關掉Wi-Fi 換成打開藍牙 好連接這台手機 好現在已經連接上了 各位可以看到以連接來存取網際網路連線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再上網看看 好我們現在重新新開一個 上網看看 好各位發現呢還是一個 沒有辦法上網的狀況 用藍牙也是沒有辦法上網的 好那沒關係我們現在還有最後一種方法呢 就是透過USB網路共用 各位如果是想把你的手機分享給電腦或是筆電的話呢 也可以使用USB傳輸線連接的一個共享方式喔 那我們現在把傳輸線連接上 接上之後呢我們把USB網路共享開啟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電腦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右下角網路這邊呢 它目前是顯示 無Internet 沒有辦法連接到網路 好那我們打開一下設定看一下狀態 以太網編號7這邊 各位看到的是無Internet的訪問權限 所以是沒有辦法進行上網的 我們現在開瀏覽器上網也是 轉圈圈轉不出來 轉圈圈轉不出來 所以到這邊可以說明呢 基本上你用Wi-Fi熱點 或是用藍牙分享 或USB網路共用 這三種行為呢都是算在熱點分享 大家別的心存僥倖興去嘗試這些方法來繞過 基本上都是行不通的 那除此之外呢也還有人提出一些其他的方法 像例如有人說把5G關掉 5G關掉就是改成連4G就好 這樣子就可以進行分享了 不過我覺得這招應該也是沒什麼用啦 我們現在馬上來測試看看 好各位發現 還是沒有辦法進行分享的 不管網頁點什麼就是出不來 不過既然都用這招了 那我就想到一個更激進的方法了 就是如果我把網路降到3G呢 因為基本上3G跟現在的4G、5G用的APM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現在把網路給他降到3G呢 行動網路 好然後把網路模式改成 2G、3G自動連線 那現在邰哥他沒有2G了嘛 所以就是降到3G網路 各位看現在已經是連上3G網路了 欸等一下 各位看一下電腦螢幕 網路 可以上網了 等一下現在真的可以上網了 好重新整理 欸是可以上網的欸 各位看電腦螢幕可以上網 所以3G可以熱點分享了喔 4G、5G不行但3G可以 我現在開熱點了喔 再開熱點 順便讓這手機連一下 好現在連上了 欸真的可以上網了 所以3G竟然可以繞過熱點分享 只是3G的速度很慢了 不知道能跑出多少 沒有我們來測個數好了 好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大概不到5Mbps的一個速度 因為現在熱點分享超量都還有5Mbps或10Mbps的一個限速嘛 可是你看現在只有跑出4Mbps 所以這樣實質希望好像也不大欸 不過居然這樣子是可以分享的 有點讓我意料之外耶 那如果說現在再把它切回4G呢 把新的網路 不要我們直接恢復5G、4G、3G、2G好了 就是把它恢復回來 這樣子是不是會 馬上被鎖掉 我們現在再上個網 欸還是可以上網 等一下 現在有點奇蹟了喔 竟然還是可以上網 好那如果我們來測個數呢 Speed test 這樣我們是連到5G嗎 這樣真的可以上網 可是感覺好像有點慢 連不太出來 好啦沒關係我們現在再用另外一夾 用fast點看好了 真的可以耶 現在已經飆到 各位各位看螢幕 飆飆飆到破百Mbps了 現在先用5G再分享囉 150Mbps 這樣子我們是繞過這個分享限制囉 真的 跑出150Mbps了 那手機這邊也可以囉 再次測試 欸 真的可以 那這樣子 這怎麼 等一下等一下 電腦怎麼突然在跑了 剛剛這個 Speed test 怎麼 怎麼突然 突然有畫面 欸超快的 超快的 各位各位 破200Mbps了 破200Mbps了 我現在用這個 有線分享 上載我們之前說的 我上載他都走4G 他在室內上載都走4G 但是各位看 下載破200Mbps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他們有漏洞啊 你現在切到3G 然後再切回4G 5G 居然就可以了 這真的完全有意料之外 只是說我這個是體驗卡啦 實際的情況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因為 如果你們是正式的 5G月租用戶的話 你們在電信的App裡面 你們應該是可以看到 熱點分享量跟你自己 自身的 使用量個別是多少 所以如果這邊有 剩半5G的用戶呢 如果你們還有 多餘的流量呢 可能看看能不能麻煩 你們幫我測一下 這個方法 就是先降到3G 然後再回復4G 5G 因為我們本來要測這個是說 開頭的時候 有說到 有一些人是認為說 你的手機本身 會告訴電信業者 你再進行熱點分享 所以我原本是想說 拿這個舊的手機啊 這個三星 Galaxy S4 只有3G網路的來測 結果沒想到 我直接降到3G 就可以用了 這個 這個真的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情況 這樣子怎麼居然可以分享 那如果說我現在 開飛航模式再 關掉呢 就是等於跟機器台重新連線了 等於跟機器台重新連線 那這時候我在上網還可以嗎 好像不行了喔 他現在還是有點上了狀態 因為現在點不太出來 沒反應 重新測試 好像當掉了 看起來好像是不行了 你看這個 5G只有剩 上箭頭在亮 這樣應該是 傳到電信商那邊 就被擋下來了 所以又不行了喔 又不行了 又不能上網了 又不能上網了 好那我們現在再試一次看看剛剛那個情況呢 不能再 重複試驗成功喔 就是行動網路 改成 3G、2G自動連線 降到3G 降到3G H加出來的 3G 這個時候就是 可以上網了嘛 各位看螢幕是可以上網的 好 那這個時候再改回 5G、4G、3G、2G 就改回原本的5G 好改回來了 然後再 測速 好你就發現真的可以了 真的又可以了 等一下因為他剛剛已經先跑了啦 所以 我剛剛想說這上面速度很快 為什麼螢幕上速度 悠悠悠悠 現在又來了 又超快了 又 300Mbps有沒有看錯 又降回來了 剛剛飆到快300Mbps 嚇死了 所以這招真的是可以繞過 熱點分享的限制喔 好像目前測起來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邊還是先聲明啦 我們這個只是在做一個 測試 學術的交流討論 所以如果你測出來發現可以用呢 也請你不要這樣子用 不然可能會觸犯法律 就是我們只是在猜測看看電信業者 可能可以用什麼方式去 偵測熱點分享 結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降到3G 然後再切回來就可以 因為你說APM不同 可是你降到3G 然後再 接回4G、5G的時候 他這樣子就不會再偵測到你這個是有 熱點分享限制的 用戶嗎 這個就要再問有 實際申辦5G的朋友們 看到也是什麼情況嗎 因為我這張是體驗卡嘛 所以其實 不能代表全部 而且就算真的可以用也只是 台灣大哥大啦 其他電信我也不知道是 什麼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就開頭很多人在問的 用USB網路共用 或者藍牙網路共用的話 這樣子都是算在熱點分享 基本上這樣子分享這個英文就叫做 Teller T-E-T-H-E 所以其實這個限制不應該叫做限熱點分享 正確來說應該就叫做限制網路共用啦 這樣子你們就不會再問說到底 插USB線啊 用藍牙算不算 基本都算 只是我們今天意外 撤出了一個奇奇怪怪的方法 居然好像繞過了他的熱點分享限制 那就請有3G的朋友們 再幫忙試試看 OK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我是愛蓁 謝謝大家的觀看 先先とて closing 我們펫 李 李 李